我们会在115年把这个27.5亿来把它编列完成 因为这个是我曾经说过的话 我也要把它来做到这样子 不管要不要连任那都不是重点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115年底前 要来把这个27.5亿的电动机车的相关预算 要能够来编列完成 市长谢国良在议会答询时态度坚定强调 公益青年就业电动机车的政策 一定会按照计划推动下去 这是因为在这次的基隆市议会定期大会中 被部分议员质疑花费40亿元 来推动5万辆电动机车的政策很有问题 我想谢市长昨天你讲了 电动机车的预算是27.5亿 但是你忘记了吗 你忘记了吗 你还帮忙付电池支费 电池支费如果一年一个799 总共是12个月花8400元 5年5万台总共要花机油是21亿的预算 你忘记了吗 还有支费这件事情 不过也有议员认为市长谢国良 以及环保局长应该要讲清楚 到底要花多少钱 不能以而传而 那我也是希望 我们事务相关的单位 尤其环保局相关的单位 到底这次的电动车发多少 而且发放的适合性 合理性 你要讲清楚 不要让我们本会的同仁 在外面放一些不实的 没有求证 到底经费是发多少 来对12位 对我们市政府观感不佳 对此市长谢国良达巡时正式澄清 部分议员是以一辆8万元的电动机车来计算 事实上并非如此 而是每一辆平均大约5万5千元 总共要在他四年市长任期内 编列27.5亿元 来推动这项政策 绝对不是40亿元 真的不是40亿 那我知道这个40亿怎么来的 40亿来的就是说 因为里长编一台要8万块 所以那里长的那种变成5万台 那是不是就是40亿 可是因为里长的电动机车 跟我们现在在讲的青年工艺电动机车 它的型号是不同的 所以真的在拜托各位议员先进 从我们澄清后的开始 当然你们可以选择 你们要讲你们的话 但是我还是要拜托各位 然后我也正式的说明 我们的这个车体 加上支费的一些相关 对于青年电动机车的补助 或者是单一的车体 不涉及任何的补助 大约这个概算下来很清楚 不是很清楚 就大约这个数字大概下来 每一台的单位5万5 应该平均来说是足够的 那5万台呢 就是27.5亿 所以这个本府跟环保局 跟主技处 应该是会愿意 针对27.5亿这个数字来做确认 并且在112年 113年 114年 跟115年的年度级追加预算 共同的来编列完成 那我们已经编列了10亿多了嘛 所以我们未来也还有大概10多亿 要来编列完成 那40亿是因为拿里长单一台 那种预算占金融市府只有157辆 并不是5万辆 那还请各位议员能够了解 我们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清楚的看法 谢国良态度坚定强调 曾经说过的话要做到 不管要不要连任都不是重点 也会按照计划推动下去 我们会努力的完成这个 对市民来说 对于一年五六个月来说 大家都念之在之 非常关心 无微不至 巨细迷移 的一个政策的垂巡 我想我们还是要在115年的 能不能发放完那就不一定 但是我们一定 我甚至不会carry到116年 因为那已经不是我的任期 可以做到的事情 我们会在115年 把这个27.5亿 来把它编列完成 因为这个是我曾经说过的话 那我也要把它来做到 这样子 不管要不要连任 那都不是重点 但是我们一定要把 115年底前 要来把这个27.5亿 的电动机车的相关预算 要能够来编列完成 我还是要做清楚的这个报告 来感谢张整会议员 对我们的数字的关心 那我们就确定一点 请大家我们用27.5亿 来做未来所有的市政的讨论 预算的编列 这个经费的合理性 大家共同的来探讨 这个我们很愿意面对 谢国良进一步表示 电动机车政策 都有依照议会的建议 并且和市政府 政风以及主计 等相关单位 被研议过法令后 在市长以及市府权限内 来做滚动式的调整和推动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电动机车政策 电动机车政策